前總統蔡英文卸任一個多月 都沒有公開露面 她今天露面了 到嘉義市出席酒店開幕 跟其日戰友行政院前院長 蘇貞昌同框 曾經在卸任時說 先歲三天三夜的她 看起來精神相當不錯 可以聽到蔡前總統幽默 提到自己出席活動的原因 而她今天也被注意到 剪了新髮型 比較過去都要短了一些 也可以看到她在行程當中 下意識也會剝頭髮 似乎還在習慣當中 而她下午來到光榮國小參訪 一樣受到校方熱情歡迎